3 2 1 請亮燈 多元文化點亮雲林 多元文化是2017年台灣燈會在雲林的三大組織之一 我們雲林縣境內有全台灣最大的家族群 也就是趙安主堂最大的軍事長 雲林縣雖然不是3D原住民國民很小 但是有很多原住民族他們也到雲林來 在各自的工作檔位上對雲林有很多貢獻 所以我們承襲台灣燈會的傳統 除了原住民族的東西之外 另外還有客家的洞區 同時新住民在台灣已經超過50萬以上 所以我們也要感念這些新住民朋友們 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今年首創的新住民燈區 新住民燈區先前已經跟各位介紹過 今天我們特別為各位介紹的是原住民的燈區 以及客家的燈區 除了民族的多元縣之外 我們雲林縣境內的宗教信仰也非常多元 所以我們也邀請了各宗教團體 他們來共襄盛舉 我們的宗教祈福燈區 也很感謝宗教團體對我們的支持 在這次整個燈會的承辦過程裡面 不管是中央部會的協調以及支持 另外就是經費的挹注 都給我們很大的幫忙 我們特別感謝 包括我們的原住民燈會 包括我們的客家 我們也會非常感謝大家 支持 也邀請各位鄉親朋友們 你們參觀2011集台灣燈會在雲林 不要忘記 一定要到我們的多元文化燈區 包括原住民 新住民 客家 包括我們的酒家燈區 來查 也歡迎大家 能夠到雲林縣來 看看我們多元文化 當然也要看看我們 很特殊的客家的特色文化 那因為在雲林縣 我們知道我們客家呢 有幾種強調 比較特殊的就是召喚槍 那在雲林的輪背 二輪 西羅等地方 那麼它是非常特殊的 那也感謝了縣府呢 精心的安排 透過我們燈會呢 也希望呢 我們全國的朋友們 能夠到雲林縣來 縣中府在這次的燈會 非常的用心 在原住民主主題燈區當中 有六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營兵們 把部落的美學 在這裡呈現出來 有部落的傳說 部落的廣場 部落的產業發展 還有文化體驗 特別是把圖騰 在這裡呈現出來 我們謝謝縣長 跟縣府團隊的用心 已經說了 在這裡呈現出來